欢迎大家回来 我们继续关于米开朗基罗的艺术作品的了解 那么上一堂课呢 我们讲到的是关于创世纪壁画 我们说创世纪壁画 是画在西斯廷教堂的天顶 天花板上 那么最后的审判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垂直于这个房间的这一面墙 好 如果我们现在去到这个教堂 你会发现你同时看到这两幅作品 对吧 它画在一起 可是米开朗基罗当初画的时候 创世纪壁画是1508年画的 而这一幅作品我们会看到 最后的审判是在1535年画的 也就是说它相隔了接近30年的时间 所以米开朗基罗在30多岁的时候 来画创世纪壁画 就是它中年的作品 中年的时候 所以你会看到中年的时候 它的艺术也在一个蓬勃发展 然后这样一个很 就是米开朗基罗在不断地拓展它自己 真的就像好像神创造了人类 然后它也在一个创造自己的艺术世界的这个过程 它在不断地在创新自己 而到了30年以后 60多岁的米开朗基罗 因为它已经经历了太多 我们上一堂课也讲到 它的外在的这样一个敌对的环境 非常非常恶劣的这个环境之下 所以米开朗基罗他经历了和人的斗争 和教皇的斗争 然后和他自己的这样一个自我的斗争 所以在60多岁的时候 他就画到的是最后的审判 好我们看一下最后的审判 实际上在圣经故事里面是怎么记载的 这是关于最后的审判 那么最后的审判呢 其实并不是说在人死的时候 去面临到最后的上帝裁决 你是下地狱还是升天堂 其实不是 那么他其实呢 是在世界末日的那一天来临的时候 当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呢 就有天使要吹响号角 所以我们在这个下面呢 会看到有吹号角的天使 在这个部位 好那么当天使吹响号角以后呢 地上曾地下曾经死去的那些人 不管是冤魂啊 野鬼啊等等 他们全部会因为听到了这个号角就苏醒过来 那么他们刚刚苏醒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形成一个僵尸的状态 所以大家就会明白 为什么在西方的这样的一个 包括很多的文学和电影 特别是近现代 有很多关于僵尸的描绘 因为在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 当僵尸来临也就是世界末日的来临 好当这些人被重新被唤醒 过去死去的人会重新被唤醒 然后神或者说上帝 在这个位置 耶和华 那么他呢就会来 每一个人他都要来审判 不管是现在活着的还是曾经死去的人 都会来到他面前 那么经过了上帝的审判 再来决定这个人到底是该下地狱 还是神入天堂 所以这样呢 他叫做最后的审判 是整个人世间的最后审判 而不是某一个人在他这一世当中 在他死的时候的审判 所以说实际上米开朗基罗 在他60多岁的时候画这幅作品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 这好像就是他在总结和经历 他的对他过去经历的这一生 因为其实当时活到60多岁 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比较长了 因为达芬奇其实就是67岁去世 然后拉斐尔其实去世的更早 拉斐尔是在36、67岁的时候 突然报病身亡 拉斐尔其实当时是正年轻正红的时候 突然的一下子 就是已经到他事业 和各方面的顶峰的时候 突然报病 好 所以说呢 相比于他这个年龄 虽然只60多岁 对我们现在来说 但是在那个时候 很多人可能在这个时候 他已经看到太多人的死亡 然后他也会看到 自己即将可能来临的 这个生命的结束的过程 所以米开朗基罗在这个时候 已经开始在思考他的一生 或对他的一生在做总结 所以他借助了这一个故事 而我们前面讲到呢 我们说米开朗基罗是一个 爱政分明的这样的一个人 他非常的直接 所以说他在这个作品里面 就把他喜欢的人会放到天堂 然后把他不喜欢的人会放到下面 就像是地下地狱的感觉 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 也在体现一个好像也有 包括人世间轮回啊 善恶啊 斗争啊 这样一个冲突和对比 而且米开朗基罗呢 也依然沿用了他一贯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对于人体的美和力量的 展现的这样一个表现 所以这幅画作呢 其实全部是裸体的 他当初画好以后 结果呢 因为全部是裸体以后 当教皇来做Misa 做祷告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 因为这幅画不在天底 你好一抬眼 你会觉得他离你人更近 所以教皇感觉 我一抬眼就看到全部裸体 然后教皇就内心不安 然后觉得怎么能够 有这么多的裸体呢 然后结果教皇就让米开朗基罗 为这里面的人裸体啊 穿上衣服 当然米开朗基罗 就说绝对是拒绝的 对吧 其实我们前面在讲大卫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事情就很有意思 比方大卫在正式准备展出的时候 就很多的议员啊 或等等市政厅的那些官员 就跑来看这个作品 说嗯 不错 好 满意 就有一个官员就说 哎呀 这个大卫的鼻子好像高了一点 就是他其实是很不专业的 但是他要显示自己专业 就发出了这个 这样一个意见 结果呢 米开朗基罗 说好 然后呢 他就爬了梯子 爬了梯子就上去 把那个大卫呢 就好像拿个镯子 镯了一下 然后撒了一点 那个那个石头 那个灰啊 粉屑下来 然后呢 那个人就看了 官员看了一下 嗯 好 满意 这一下好多了 结果其实呢 米开朗基罗 什么都没有做 就做了一个假动作 然后他据说 他上去之前 就抓了一把 那个那个 那个石头 石灰在上面 就撒下来 所以实际上 从这个过程 大家看到 米开朗基罗 绝对不会为他的艺术妥协 所以当教皇 让米开朗基罗 为这些人穿上衣服的时候 米开朗基罗绝对拒绝 而且呢 他觉得有这个狠气 大家看见 他之前都甚至敢拒绝教皇 甚至教皇 为了他去发动战争 所以这个对 对米开朗基罗来说 他怎么可能妥协呢 结果后来教皇没办法 就找了一位画家 来为这件作品 穿上衣服 结果那个画家呢 就给其中的有些人呢 就画上了什么裤子呀 或者说是在那个 敏感部位 画一个飘带呀等等 所以后来这副作品 后来这个艺术家 那个画家啊 就被人嘲讽为 就是给人穿裤子的画家 所以其实上是在历史上啊 或者在艺术上 像米开朗基罗的 这样的一个 对艺术的坚持 然后包括他的顽固也好 或者包括他的个性 是极为极为鲜明的 这样子的 好 然后这幅作品呢 米开朗基罗刚才我们讲到 他不管 不光是把他喜欢的人 不喜欢的人画进去了 同时他其实还画了他自己 那么我们这里停两秒钟 我问一下大家 你觉得米开朗基罗会把他画在哪里 上面还是下面 你觉得他可能会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呢 从我们刚才包括前面的课所介绍的 关于米开朗基罗一生的这个过程 以及包围着他的周围的这个环境 大家可以想一下 你们可以猜测一下啊 好 那我们接着来看 米开朗基罗把他画在这里 这是米开朗基罗所画的 这个位置在哪里呢 在刚才我们看到的画面的正中间 也就是在这个上帝的审判的旁边的 这个 基本主义中间的这个位置 好 米开朗基罗他画的结果呢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张被剥下来的人皮 然后在这张被剥下来的人皮上面 米开朗基罗画了自己的脸 然后其实前面我们也提到 米开朗基罗其实对他自己的相貌是 很不自信的 然后包括笔梁也曾经被打断 然后像《文艺复兴三节》里面 米开朗基 那个达芬奇是美男子 绝对的美男子 然后拉斐尔呢 因为他的人际关系是非常的好 然后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画得非常漂亮的 那真的是非常完美的 这样一个圣母像 而且呢 他和教皇 以及包括和其他人的这个关系都非常好 所以当时有人就觉得拉斐尔呢 可能会得到最后 因为他画得太好了 而且教皇也很喜欢 所以他应该是可以当上红衣大主教的 所以大家就会 你会发现画家就是画家 艺术家就是艺术家 为什么和宗教联系起来了 因为实际上就是和权力联系在一起了 所以大家会发现这个 像人际关系很复杂对吧 因为画画画得好 居然可以当红衣大主教 但是呢 拉斐尔呢 却很年轻的时候 他其实 其实在历史里面的记载是很有意思 这一点呢 过去是被抹去的 也就是拉斐尔呢 在他很红很红的时候 他画得非常纯洁的圣母 但实际上在私人生活方面呢 拉斐尔其实他个人 他非常放纵他自己的这个感官 享受重欲 然后他的最后的死呢 其实和他的重欲有关 然后据说是他和妓女 私混了一晚上 然后之后呢 就得了一个病 然后他就整个人身体 非常的虚弱得病 结果他找来医生的时候 他不敢跟医生说他做了什么 因为毕竟当时还是在一个 基督教神学的统治之下 人们还是要强调的 还是禁欲主义 但是呢 因为文艺复兴的这样一个 所以其实就是 当人们的内心 或人性的内在的 有些东西在开始 释放出来的时候 人其实很容易去到另一个极端 从极端的禁欲 然后到一个极端的欲望的 享受的这样一个重欲的过程 结果呢 所以拉斐尔在他的画面里 表现得很纯洁的圣母 但是他实际上在另一方面呢 他又体验一个 极度的这样一个肉体感官 这样一个享乐的重欲的过程 结果呢 后来那个医生被他请来以后呢 他不敢跟这个医生说 他做了什么 然后医生呢 就以为他得了当时的一种流行病 热病 然后这样呢 就按照一般的这个医学的方法呢 就给他全身放血 这样一之下呢 就导致他就人就更加虚拖 就突然抱病身亡 所以拉斐尔的一生很短暂 但是又非常辉煌 他不像米开朗基罗 他经历了一辈子的这种痛苦和斗争 他也不像达芬奇 达芬奇非常神秘 而奥秘的去隐藏自己的众多的秘密 然后不敢让人知道 所以说拉斐尔是非常光鲜亮丽的 但是在极度光鲜亮丽之下呢 突然抱病 所以拉斐尔他的作品里面 你不可能看到痛苦 你不可能看到激烈 也不可能看到挣扎 你不可能看到那个生命当中痛苦的成分 可是所有这些 我们在米开朗基罗的作品里 我们看一下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米开朗基罗 会把他自己画在一张人皮上面 好 拉斐尔呢 也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呢 所以我们在我们这一次的课堂当中 我们没有主要讲到他 我们会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 让这两位可以更加 可以震动到我们的心灵 甚至灵魂的这两位艺术家 然后我们看这一段话 是米开朗基罗自己所说 他说我几乎没有用餐的时间 我没有时间吃东西 12年来 我的肉体被疲倦所毁坏了 我缺乏一切必需品 我没有一个童子 我是裸体了 他说我感受无数的痛苦 我在悲惨与痛苦中讨生活 我和患难争斗 好 大家看这里 他说我没有一个童子 但从米开朗基罗的一生来说 他其实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受到重用 最早是得到美帝奇家族的支持 那么后来呢 又得到教皇的重用 其实他应该是不缺钱的 可是呢 钱对他来说 他不在乎钱 所以米开朗基罗 他其实所有的这样的一些 因为艺术品而得到的那个定金 和那个钱财 其实都被他的家人拿去了 他也不在乎那些 而且米开朗基罗 甚至呢 是在创世纪壁画 因为每天爬脚手架 结果爬到后来 也是摔下来骨折 骨折以后 他都不去医疗 大家知道骨折的痛 其实非常的痛 他都不去治 他就这样子 然后米开朗基罗 父亲来看他的时候 他的腿已经就是那个血肉模糊 然后和那个 和那个他穿的那个裤子 全部粘在一起 然后他父亲没办法 就是用剪刀 剪开他的那个裤子 然后呢 就是他的皮肉 整个全部粘在一起 所以大家去看 他米开朗基罗 对他来说 就所有的吃 以及穿 然后包括身体的那种伤痛 对他来说都无所谓 他所有的精力 全部投入在他的艺术作品当中 所以这样呢 在晚年的时候 他会把自己放在一张人痞子上 所以在对他来说 所有的物质的东西 都不可能在他的生命里 留下任何的痕迹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样一段 那么这一段呢 是在《三巨人》里面 描绘的关于米开朗基罗 他说他对美的感觉 如此深邃 他对人类的缺点 如此蔑视 他对自己的丑陋 如此痛心 然后他不知道 该把那个剥去了 人皮的 圣罗切斯的心脏 放在何处 他更不知道 该把他那个 强加于他非凡 智慧之上的丑陋躯壳 放到何处 他的形象 仿佛被一块哈哈镜 扭曲了 他下垂的手臂和腿 看起来歪歪斜斜的 他正在血肉模糊之中 看着这些悲哀的世人 这一段话 我其实非常非常喜欢 我觉得这一段话是用 是用我们的灵魂去读他的吧 而且我记得以前在课上 讲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真的看到 在我们的课堂下面 在我们台下 讲台下 真的有同学 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 真的是流下眼泪 好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 关于这幅作品 后来也会做了一些修复工作 当然这幅作品 因为他放在室内 所以他不会像 最后的晚餐那一幅呢 这个所受到的 这个包括在战火硝烟当中 所受到的影响有那么大 因为这个圣彼得大教堂 毕竟是这个宗教 当时是最神圣的地方 所以说破坏并没有太严重 好 米开朗基罗自己说 他说我是被迫的 我的艺术是在敌视的环境中成长的 所以从这样一个状态之下 大家会可以 真的是可以感头深受的 去了解到关于米开朗基罗 他这一辈子所处在的 这样的一种痛苦和挣扎的 这个过程当中 好 这一段呢 是关于在罗曼罗兰 在米开朗基罗传里面 所提到的关于 米开朗基罗的爱情 我想稍微提一下 米开朗基罗其实终生未婚 他和 其实我一复兴三大巨匠都终生未婚 拉斐尔我觉得 他应该是可以结婚的 只是说因为太年轻 当然因为太年轻 所以拉斐尔就没有太经历 人生的这种曲折 好 那么 达芬奇也终生未婚 米开朗基罗也如此 然后达芬奇甚至有传出他的这样的一个 可能是双信念或同信念的可能 然后米开朗基罗同样有 然后米开朗基罗在他中年的时候吧 大概应该是40岁左右了 40多岁的时候 然后他爱上了一位在当时的 意大利 贵族里面的 一位身份或者说 地位都非常高 属于贵族里的一个美男子 他真的那个人就是一个美男子 而且那个人的学识能力各方面 都米开朗基罗非常钦佩他 米开朗基罗非常喜欢他 好 我们如何确定米开朗基罗是爱他呢 因为米开朗基罗在给这个人的书信 后来被披露出来 那个书信里面写的内容 完全就是一个 就是恋人之间的那个情书 就完全是情书的表达 绝对是情书 但是呢 米开朗基罗应该这个是属于说是单恋 他很爱这个男人 但是呢 这个男子呢 他虽然不爱 他并不接受米开朗基罗对他的爱 但是呢 因为他的贵族身份 或者说这个人呢 他确实是比较有涵养和学识的这样一个人 所以说他对于米开朗基罗呢 他并没有说是很嘲讽或怎么样的去拒绝 然后他实际上还是在和米开朗基罗是一个比较为平等的 是这样一个状态之下 所以说米开朗基罗的这样的一个同性的这样一个爱恋呢 其实肯定是没有结果的 后来呢 在米开朗基罗晚年的时候 也差不多是在他60多岁的时候 然后呢 他爱上了一个叫做韦多利亚的女子 然后这个女人呢 韦多利亚呢 他本身呢 也出生于贵族 而且呢 他的丈夫就是一位公爵 但是韦多利亚呢 他长相不漂亮 就这个女人 他长得不漂亮 而且呢 这个女人 他因为觉得自己长得不漂亮 所以说他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去学习 哲学 艺术 文学等等 他努力的从这些方面呢 去充实和提升他自己 所以说韦多利亚和这个米开朗基罗之间 他们其实是很有共同语言 然后对于米开朗基罗的这样一些艺术品啊 包括米开朗基罗的艺术的追求 包括他在精神领域的所有东西 韦多利亚都懂 他们都可以互相沟通 所以韦多利亚后来在米开朗基罗晚年的时候 是他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陪伴的 这样一个恋人的角色 但是呢很可惜的是韦多利亚很早去世 然后韦多利亚在他去世以后呢 米开朗基罗非常痛苦 然后他就为他写了 写了几首诗 然后我们这里呢是看到其中这个诗作当中的一段 我们会看到这里诗作当中的一段 然后他甚至把韦多利亚形容成 比如说一个神明的雕塑家的锤子 他从物质上锤炼 酌炼出崇高的思想 所以米开朗基罗会觉得他自己累在很多东西 也可能是因为和韦多利亚的交流和沟通 所激发激荡出来的 好所以这一段呢我们就提到了 关于这个米开朗基罗的这样一个爱情的 其实是里面会有很多的遗憾 但是呢可能从米开朗基罗的一生来说 我们会看到这个遗憾里面可能也有很多的必然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 最后这一章 最后这一章呢是我取自于罗曼罗兰的这个米开朗基罗传里面的最后一页 然后这里面的有最后的一段话我特别喜欢 米开朗基罗被罗曼罗兰形容为是神圣而痛苦的一生 然后最后一段我我们先念给大家听一下 他说我不说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峰上生存 但一年一度他们应该上去顶礼 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 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 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的广源 心中充满了日常战斗的勇气 我非常喜欢这一段的比喻 因为罗曼罗兰呢就把米开朗基罗比喻成 它是米开朗基罗是可以在高峰上生存的 就它必须要高到一定的程度 好他去想象一下 当你在高峰上当你在高原上的时候 你需要呼吸更多的氧气 甚至你的身体也需要更多的氧气 然后你也可以制造出好像有更多的能量一样 因为你站在高处你可以看到更远 然后你就像一个巨人一样站在那里 所以这里罗曼罗兰的形容 他说我们普通人并不一定都能在高峰上生存 但是我们一年一度我们要去顶礼膜拜一下 也就是其实我有时候经常在思索 我们为什么要来学习和了解这样的一些这么伟大的艺术作品 因为这些作品可能是几千年几百年前的作品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学习它 它和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关系 虽然我自己个人在可能讲述这个这些作品的过程当中 比如我们刚才介绍米开朗基罗 我们介绍了他这个作品那个作品雕塑作品 可是你会发现米开朗基罗的一生 他自己本人他的斗争 然后他的这样一个内在的挣扎 然后他和外界环境里面 他不断的去要真的是越挫越勇 然后他包括在爱情当中的他的患得患失也好 所以你会看到他自己的一生是不是就成为一个最完美的作品 米开朗基罗已经胜过他所有的作品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那个人是最激动我们的 那个人的一个完整的就是那个人性当中的很多的东西 那个散光点是可以让我们得到更多我们日常生活的勇气 所以真的很像这个最后这一 更接近于最后的这一段话 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包括我们来了解他们的生活 就像充电一样 可能我们不是每天和他们在一起 可是我们时不时的我们通过课堂来了解一下他们 然后我们来给自己充一充电 然后让我们回到自己的生活的时候 我们可能在他们生活当中得到一些力量 然后得到一些勇气 也可能某个同学 也可能你自己正在经历一些你生活当中的挫败 或者说你在情感当中的一些挫折 或者在学习当中的一些不顺利 然后可能你看到米开朗基罗 你读到它 然后你也可能了解到达芬奇 然后你看到他们如何面对他们的困难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可以看到别人的苦痛和困难的时候 你会看到你自己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希望它是不断地在充电 而且可能对我自己来说也是这样 包括我觉得我每个学习来讲他们 对我来说也好像是一个充电 所以他们真的是我们人类 这个历史的这个过程当中 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些财富 然后刚才我讲的这些呢 大家会可能觉得 它其实好像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 然后实际上我现在还想给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艺术作品 它其实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生活的感动的是什么呢 有一个过程是我前不久刚刚经历的 也就是其实我在讲希腊的那一部分的时候 我们讲到了古代希腊的神话故事 然后我们讲到了那个宙斯是怎么样诞生的 然后讲宙斯的诞生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讲的宙斯的放纵啊 包括乱伦啊 然后包括那个时候的一个很奇特的一个蓝绿婚配的这种制度啊等等 然后其实我那一章讲完以后呢 我身边的一个朋友 也就是帮我们拍摄这个视频的这个化妆师 然后呢他跟我分享了一个 他说啊 他说我刚才听到你讲这个神话故事 包括宙斯的这个乱伦和放纵 他说其实突然让我觉得 我对我们家的那个猫咪的评判 对他的一个指责变少了 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他们家的猫咪呢 他因为放在家里是在灌在笼子里 所以当猫咪又生了小猫咪以后就关在一起 所以说这个猫咪是和他的可能是儿子待在一起的 儿子和女儿待在一起 结果后来呢 这个猫咪就和他的儿子女儿又是又繁衍了下一代 好然后呢 这个化妆师告诉我 他说啊 我开始我很批判 他说你怎么能这样乱伦呢 你怎么能够这么的不讲这个伦理道德呢 可是因为他是猫咪当然不会懂 但是可是这个化妆师听到我们讲了这个 希腊神话当中宙思的放纵这一段 他说哇 我突然释然了 突然我对这个猫咪的这样一个心里的不舒服一个评判 就被放下了 当他跟我讲到这个过程的时候 其实我很意外 我没有想到我在讲希腊神话故事的时候 会得到在我们生活当中 某一位朋友当他听到这个故事以后 在他的生活当中 可能他和他的猫咪可以相处得更好 实际上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在某一些艺术作品也好 在某一些故事里面 你可能就某一个点就触动到你 而且这种触动 它越是生活层面的就越让人感动 因为它很普通 它看上去就是一个小感动 可是在你生活当中 你可能你会觉得 你生命当中你经常有一点这种小感动 它对你就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和力量 所以你会感到我们讲的所有的东西 你有时候想象不到这个意义在哪里 可是它就是有一些东西在启发 或者说在发生作用 所以我特别喜欢罗曼罗兰的这一段 也是如此 我希望我们不仅仅是在高峰上 我们在高峰上充电 然后回到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就回到山下 然后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生活 更加的有力量的往前走 好 然后我们关于文艺复兴的这一段 我们就花了差不多前后六节课的时间 达芬奇我们给大家介绍三节课 然后米开朗基罗的三节课 然后大概的让大家对文艺复兴的艺术 有一个了解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课程 不是讲西方美术史 所以说我会选取其中 让人能够印象深刻 或者说比较重要的作品给大家介绍 所以我们可能拉菲尔 我们就不太有课史和时间去介绍了 但是我希望因为文艺复兴三大巨匠 通过我们介绍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 我希望有兴趣的同学 你其实是可以去了解一下拉菲尔 因为拉菲尔所创造的那个甜美 然后他的那样一种 妩媚的这样一个女性的 这样一个完美的这种母亲女性的形象 所以当时确实很受人喜欢 所以我们可以从不同的风格去了解 然后我记得我曾经看过 是富雷所写的一段话 富雷他描述这个文艺复兴 然后他说 莱奥纳多的身和米开朗基罗的大 以及拉菲尔的明媚 构成了人类历史文明当中 一条非常绚烂的一个历史的场合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看一下他们三个人各有特点 然后都很重要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